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师长 各位同学 以及影音平台上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亚洲大学文倩讲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欣灵 锦涵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陈文倩陈老师 以及陈玉秀陈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非常谢谢 想当年我认识陈玉秀董事长的时候 他也当过文件会的主委 当过两天院的董事长 我认识陈老师的时候我只有31岁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好像是巨网女 非常非常谢谢各位同学 其实你们今天来的人 你们会看到一个人生很特别的女子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陈玉秀 现在她的名称是工广集团的董事长 她管华事 管公事 好 我问各位 有看我与恶的距离的同学请举手好吗 手举高一点啦 手举高一点要立于拉筋哦 很多人举手 你们知道这个创作者 也就是发想我与恶的距离 而且逼着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连续剧拍出来的人 是谁吗 就是他 给他掌声 好吗 公共电视基本上从一刚开始 当年我也很年轻 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 拍了一个叫《人间四月天》 从此以后公共电视几乎就消失在 大多数人的眼前 陈玉秀一上台 他就说我要拍大合剧 我要拍什么什么什么 还有很多大的眼光 他做两厅院的董事长 他最大的特征也是他的高度 只有在他的任内 台湾会请来全世界最著名的 当代音乐创作者Philip Glass 当代最著名的剧场专家 还有他出很大的一笔钱 去制作了原住民的叫《很久没有尽力的你》 所以他之后 他之前 其实那些两厅院的董事长 或者是艺术总监 都是台湾的很优秀的人选 差别在哪里 差别不是我与恶的距离 是我与世界的距离 对不对 他只要他出手 就是一定要把事情拉高到一个情况 我们待会请他先来告诉我们 他怎么样开始决定发想 最后在他手中诞生了 现在最受欢迎的这个连续剧 好吗 谢谢 谢谢 请走 文献主持人 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坐着讲 我想首先就是在讲说我们与恶的距离 是怎么样能够完成的 就是我担任公共电视的董事长以后 我就想说 我们每次做了一个节目 不管是电视电影之后呢 我们都会有一些调查做大数据 要知道一般乐听人 他们大家的这个想法跟这个意见 那我就想说 为什么都是在事后做呢 如果大数据是在事前做 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一个想法 其实是一个新的尝试 不过我想我自己在我的性格里 我很喜欢做很多新的尝试 实验 实验不一定成功 但是不实验的话就是永远原地打转 所以你是用大数据 对 开始去survey议题 议题 好 那你今年 不好意思 请问你今年贵更啊 我今年 你们猜猜看我几岁吗 我六十一嘛 你应该最多亲战对吧 对对 我今年七十岁了 好 所以你们要注意到 一个七十岁的人 他来做连续剧 他懂得用大数据去找议题 所以我跟你们说 陈一秀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比别人好 为什么 因为他和国际的距离 他和新的概念的距离 几乎是零 那他居然懂得大数据 一般像你这个年龄的人听到大数据 对 就走啊 对 好 那你继续讲 那我就想说如果公事的节目 一般都好像不怎么亲近 我想说应该是跟人民的生活 关切的议题要结合在一起 人家才喜欢看 所以我就想说从大数据去捞主题好了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公事的同仁们 他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能够在大数据里面去捞 所以我们就跟科技部合作 是资策会帮我们捞 那资策会就捞出两个议题 一个是八仙城报 那一个就是这个无差别的杀人事件 那我们再去做研究 八仙城报它所触及的层面 跟这个与恶的距离 这个就是无差别的杀人事件 其实无差别的他触及的人 几乎是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议题 会引起大家的这个关切 但是我也会有一些这个隐忧 因为我也怕说这个议题一出来 这个死刑 废死刑 变成唯一的议题的时候 社会上可能就会有人讲说 你为什么挑衅 所以其实那个心情是这样子在转折的 但是我们在大数据找出说是 无差别的杀人事件以后 我们就想说这个议题根本不是只有台湾 这是全世界的议题 全世界的人都关心的一个议题 没错 因为日本上礼拜最大的国内新闻 就是随机凯人 也是无差别杀人事件 也是在地铁吧 对 我刚好也在日本 因为我前天才回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也会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议题找出来以后 就要找到说相关的人 相关的人当然是杀人的人 还有被害者 还有他的家庭 另外就是会打官司 所以会有律师 会有法院 会有法官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媒体 因为媒体它的报道会左右所有的这个成果 所以也把媒体放进来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甚至是路人甲 路人蚁 那天如果经过在那个随机看到这样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一辈子 所以这个其实还有心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梗都全部找出来以后 我们再去做研究 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把它找出来 我们才去找编剧 所以就是说 编剧要编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有这个主题 有这些梗 而且它同意去做 你做了多久的研究以后才去找编剧 就是说换句话说 当我们看到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成果之前 你做了多久的research 我们公司大概做了一年 但是这个梗出来以后给编剧 他大概花了六七个月去做田野调查 那吕石元这个编剧他非常地认真 他做了好多好多的田野调查 然后甚至有一度他做不下去 其实这个是非常揪心的问题 那我们就公共电视 我们的节目部就会不断地跟他讨论 然后给他很多的鼓励 同时我们也要帮他解决很多的问题 好比他去田野调查 他有困难我们要去帮他约 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杂事 所以从大数据开始做 一直到剧本完成总共两年 那总共两年 当然我们就要去做这个电视剧 当我们要做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是对外真团队 什么叫对外真团队 也就是说我们的团队 包括制作导演演员等等 它是一个完整的团体来标我们的案子 一共来有11个团体 然后我们选到最后就是演出的这个团体 那这个团体演出完以后 当然我们共同电视必须要找钱 刚刚好国家有这个前瞻预算 所以我们就刚刚好 这个运气很好 就拿了前瞻的预算 就把这个片子拍完 其实剧本写完团队找好 拍片只要三个月而已 意思就是说 最难的是前面的那个前置作业 所以整个前瞻预算等于是及时雨 然后你刚好拿了个钱来 那本来你是准备自己去找钱是不是 对对对 本来是想说我们公共电视本品 有一点点钱 那我们普通都要去找投资 或是找人家来捐款的 所以某程度来讲 现在很多人在谈前瞻预算 也就是说它不是好跟坏的问题 而是说你的planning 是不是做得够久 够长 所以当政府有一笔预算下来的时刻 你可以把钱用在最对的地方 这样对吗 对对 应该是这样说才对 因为当有这个前瞻预算这个计划 我们再来planning已经来不及了 也就是说 我常讲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平常就准备很多很多的菜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 我们就可以炒菜 那你当我们与饿的距离 第一天收视率 第二天收视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我就看到那个收视率报告 您当时的感想是什么 我第一个是非常的讶异 因为其实我刚刚有讲说我第一个蛮担心的 就是说不晓得会不会引起社会的对立 那当时我们没有选八仙城报 选这个无差别的杀人事件 是因为我们觉得它的冲突性很高 戏剧性很高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愿意说造成 这个民间大家互相的对立 但是我们在 吕石源他在写这一出戏的时候 他我们就有定一个基调说是 我们要用爱来出发 所有的事情都是往爱的方面去 像用爱的包容来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收视率 我也蛮吃惊的 而且我也第一天就很好 那我就想说 不晓得会有没有什么意外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因为其实像我们公共电视 不管是电视或者是所有的节目 我们必须正确性 第一 而且要公共性社会性都要兼顾到 所以不能挑衅社会上的对立 因此第一天这样 我就想说不晓得会有什么事 第二天到第三天 第三个播出以后我就比较放心了 你很怕被教训立法院臭买 对 事实上是会 如果是我们引起社会上的不安 我马上就会被叫去立法院 我们现场还是有一些同学看了 有些同学没有看 你要不要叙述一下 然后待会我们回来来谈 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养成 陈一秀的爸爸是台湾最著名的老一辈的画家之一 他们的家境在那个时候算是不错的 他从小被栽培弹钢琴 他爸爸非常有国际眼光 这么疼爱的女儿 居然十二岁 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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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他十五岁 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外婆一定舍不得 可是你的爸爸就是有那个国际眼光 十五岁就把他送到巴黎去 对你们来说十五岁现在去巴黎 不是一件大事 对他们来说 对我们那一代的人来说 他是一件大事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台湾非常非常穷 所以他爸爸比起台湾多数的人 家境算是很不错的 有能力送他到法国去读书 可是那一张机票叫one way ticket 他一定是买单程机票 他不可能暑假可以回来 他可能几年都没法回来 他一张机票可能是很多人一整年的薪水 所以他一去 大江东去 几乎到了一个程度 他才知道他才有机会 才回台湾 所以从他爸爸开始的眼光 他个人当时在法国所受到的熏陶 我觉得最后决定了他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这个国际眼光 但当我们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刻 我想请玉秀告诉我一下 就是说同学们 当然有一些人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连续剧 你谈一下就说用爱出发 他这里头的 看起来 随机杀人事件 无差别杀人事件 很多人的答案就叫错嘛 但是你们显然不想给一个这么简单的答案 你们在这里头抽丝 剥茧 这个抽丝剥茧 是爱 也是危险之处 就是你害怕地被攻击 那你们叙述一下当时最后 你们的田野调查 然后这里头牵涉到心理层次里头痛苦的东西 那编剧下手的时候 最后整个戏剧里头的主咒 好吗 那首先再讲就是说加害人好了 加害人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觉得那你就帮我判刑好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亲 还有他的妹妹 他一辈子未来要怎么样去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 那他也在这个连续剧里 他就拒绝见他的父母亲跟他的家人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单独的行动 跟你们无关 可是他的爸爸妈妈 其实是备受社会上的指责 他的妹妹也在工作的时候 屡次都会受到侮辱或者是被赶出来等等 那再来就是受害者的爸爸跟妈妈 刚好他们是在媒体界做事的人 他的那个心情 他会觉得为什么是我的儿子 那爸爸妈妈又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 又造成家庭的分裂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多家庭的分裂 那再来就是也有一些是 大家认为他是精神病的患者 其实他也并不是说是特别精神病的患者 他可能有某些精神上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电视剧最后他就说 你就像得了这个高血压一样 你就按时服药就好了 你社会上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的话 就把它当作说他有高血压这样 事情就不一样的转折 所以从这个电视剧 也就是你可以进入受害者家庭 被害者家庭 媒体界的家庭 还有就是说所有这个律师 这个律师他是一个人权律师 可是他自己也受到其他人对他的威胁 尤其就是 所以你怎么可以帮他辩护 对 被害者的家庭的父亲 对他就拨份 除了拨份以外他们还会威胁他说 对他的孩子会不利 所以他的太太 虽然是支持这个律师丈夫做人权的工作 可是他明明他自己本身也受到这个威胁 所以这个太太他也变成神经兮兮 然后夫妇的感情 家庭的生活 还有他岳父岳母就说你干嘛做这个 你做一个好好律师赚钱就好 等等这些细节 抽丝剥茧 让我们看着雪玲玲在面前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不是单纯一个问题说死刑不死刑就可以解决 而是说你要从社会各个角度 各个层面去了解的时候 应该是说这个社会病了 那社会病了就不是单一谁必须要去承担 或者是能够解决 相反的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整个的教育问题 社会问题等等 还有就是心理上的问题 那这一次引起很多大家的注意是医院的精神病科 所有的医生他们终于觉得说 哇 社会可以正视这个精神科 因为大家会觉得听到精神科 就好像要觉得有什么事情一样 其实精神科跟其他科的病人是一样 就好比你有癌症的时候你就接受癌症治疗 你就接受精神科的吃药或者是按时 怎么样去让医生治疗就好 那你并不能把它们把它放到一个角落里面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样讨论的时候 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谢谢玉秀 同学们赶快坐下来 因为你们可能很难理解在台上的人 看到你们走来走去 第一个你们都很年轻 有很美丽的身材 第二个我们刚好讲话会很难讲话 谢谢你们 OK 好 我们回到现场来请教陈玉秀老师 就说来谈谈你的人生 我想可以给大家很多启发 你十五岁的时候就离开台湾 那时候当然是因为你钢琴弹得很好 那你爸爸知道他是一个画家 他终身可能很大的期望就是他可以到巴黎去学画画 那他有能力他决定栽培女儿 那爸爸叫你去 你一个人怎么去啊 我就坐飞机去啊 我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坐马车去的 这是什么答案 不过大家一定不知道 当时一张飞机票可以生活一年的生活费 所以我就只有一张票过去 然后我那时候才十五岁 国中毕业 刚进入北韻女高中才刚刚开始念高一就走了 我就会很高兴说我可以见到巴黎啊 尤其对巴黎非常的向往 可是我一上飞机我就开始哭了 因为一上飞机语言不一样 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然后到堵拜还要转机 我找不到转机一个人坐在那边哭 然后看到跟我同机的人我就跟他 我拉着他的衣服跟着他走 不然我不晓得要怎么走 然后下了飞机呢是一个法国神父接我 然后我就没有机会再用中文再谈话了 我就必须要用法文了 然后我就进入一个法国的世界 所以其实上飞机的时候非常兴奋 可是一路是哭着到巴黎 然后下飞机是一个法国神父接我 那在飞机上你一直哭 空中小姐就不断给你那个小小的香水 叫你不要哭 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有一袋的香水 那我的朋友来接我说 哇 我们坐飞机都没有 这个香水你都有 而且在我那个时代 坐飞机是一种特殊的阶级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其实现在有很多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有名的画家们 他们也是跟我同时去的 他们都坐船 他们坐船坐了一个月才到 我还是坐飞机去 所以他们都跟我讲 你是比较幸运你坐飞机我们都坐船 可是一到那里 我在那里生活了11年 我只来回过台湾一次 没有打过电话 因为那时候没有直通的电话 所以那个时候 你必须要到邮局去打电话 可是因为有时差 邮局开的时候 这边邮局没有开 所以都不能通电话 必须要写信 所以我虽然是说 国中毕业就到法国去 可是我的中文还很好 因为我每个礼拜就要写一封信 而且我的父亲是师大美术系的教授 我每个礼拜写完信 他还把我改措字 改标题 然后就再回来让我再看 所以好像每个礼拜还上一次国文课 不过您到了法国去的时候 你本来以为你是去弹钢琴 练琳乐 了不起就是复修另外一个乐器 可是你发现法国 我先跟各位说 法国变成我们刚刚看到贝玉民 看到他盖罗浮宫 罗浮宫是以前法国皇帝的皇宫 然后他在路易十四 也就是十七世纪的时候 就差不多是中国的清朝 康熙之前的时刻 他五岁就登基了 因为他爸爸的路易十三到很老才生了他 他五岁就登基 他到二十三岁才真正地当上了法国的皇帝 在他五岁到二十三岁的时候 因为之前欧战 欧洲的战争 所以欧洲国家为什么现在会有欧盟 你如果翻开欧洲的历史 其实欧洲的富裕在十六 十七世纪就一直起来 可是战争没完没了 一直抢领土 那时候领土不是抢非洲啊抢哪里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 比如说你现在到法国去知道尼斯 尼斯直到路易十四死的时候 都不是法国的领土 然后比如说你知道拿破仑是科西加 可是科西加在拿破仑出生的前一年 他是意大利的土地 比如说你知道意大利 可是那时候意大利的北方 是被奥地利控制的 然后到处被分割 所以他们就是在抢各种不同的土地 路易十四在那个时刻出生 他当上皇帝 但是还没有掌权的过程当中 因为法国在他父亲时代 参与整个欧洲的征战 抢夺领土 战争了三十年 这个国家是几乎破产的 破产的情况里头 其实一刚开始不是人民抗暴法国大革命 是中产阶级贵族 因为皇室只好为了要军队 为了要打仗 就一直对他们征收磕税 很苛刻的税 税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都起来叫投石党之乱 所以他从罗浮宫逃出来两次 两次差点被暗杀 两次为了保护皇室的安全 他逃了两次 逃了两次以后 他们得到了经验 在他23岁的时候 他就说巴黎是暴动之地 你们觉得这句话到今天都没有 都一样 巴黎太危险 那些老百姓一翻脸就可以给你抗争 所以他们就搬离开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后来就选择了凡尔赛宫 那个地方是一个山丘地很漂亮 本来他的父亲只是盖一个小城堡 后来你们现在去 在后面看见他们叫玛丽皇后的农庄 就是当时很小的城堡 之后就在那里 大盖了太阳王的Versal 就是凡尔赛宫 我讲比较长就是说 在路易十四的时代的时刻到后来 他四十几岁的时候 他前面得到的经验就是我的爸爸打仗 所以他后面虽然发动了一次很简单的荷兰的战争 可是荷兰那时候跟英国 跟瑞典是结盟的 他就用很好的外交手段 看到了英国的国王跟英国国会的冲突 于是他就利用了这个冲突 就瓦解了荷兰跟英国的结盟 接着他有钱 当年法国跟荷兰就是 路易十四就说 荷兰那什么烂国家 那个国家忘恩负义 然后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水准的如落伤人 他们的身体都是臭的 他是这样子骂他们的 荷兰因为很小 所以他需要靠出口贸易 法国就进来很多他的东西 他为了使法国 他其实才全部完工 盖了快五十年 在他的年代里头他奠定一件事情 至今没有改变的传统 法国要请全国之力 第一支持的叫做艺术 艺术 建筑 文学 戏剧 音乐 还有最后一个是科学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 我要请教玉秀的就是说 玉秀曾经跟我分享 当他到了法国 他以为他是学钢琴的 可是法国是怎么教育他的 我想本来我是学钢琴 大概就是弹钢琴 还有学音乐史 可是我们的课是艺术史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懂得法国的 不管是文学 或者是美术 工艺 各方面都要知道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带我们到Comedy Français 那个是专门演法国的歌剧 可是他这个歌剧跟普通歌剧不一样 就是他有点是话剧 所以要去上课之前 我们必须要读莫里埃的作品 读莫里埃的作品 然后去看 然后老师也念教 莫里埃就是路易十四时代出来的 对 喜剧大王 喜剧 对 所以后来我们也要去歌剧院上课 所以我们上课的地方 并不是只有教室 所以我必须要懂得法国的历史 欧洲的历史 应该是说你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虽然我当时是钢琴主修 我想变成是一个国际的钢琴家的时候 他是说你必须要有其他的背景 支撑你变成一个艺术 不然你就是一个音乐匠 所以法国的教育是不同的 因此这个文化的底蕴 能够支持我去做我的音乐以外 其他的领域 其实我也必须学习的 所以我看的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 不是说只有学到什么东西 而是整体的 我觉得这个给了我养分 一直到今天 我都能够还不断地学习 就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接受了法国的教育 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学 亚大游 美术馆 你会不会鼓励他们 每个展览都要去看 对 台中有国美馆 歌剧院 你们应该要经常去 其实我们应该要让学生免费 你们觉得在法国学生是不要签的 对 我们学校每天早上 它提供歌剧院的票 那它每天只提供20张 所以要早起的年儿才有从事 我们就要去拿票 那大家知道那个歌剧的票非常的贵 但是我如果拿到 我晚上就可以坐在歌剧院 三个小时听好的歌剧 所以我觉得亚大的学生非常的幸福 因为你们有美术馆 你们美术馆策展的这个内容又是一流的 我常常来你们这里看展览 我都坐高铁来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你在看展览之前你要做功课 你如果没有做功课 其实你吸收的比较少 去听歌剧 去看戏剧 一样前面都要做功课 然后你去才看得懂 听得懂 像以前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老师都要前面功课做的很多 甚至有的时候一学期只教一出戏 莫里来的戏只教一出 但是它的细节 它就会跟你解释得很清楚 那我们去看 可能也不是只看一次 看两三次以后 才能够看到它那个精髓的地方 那你们就在学校就有了 那我自己来看已经有好几次 有一次是德格的 那也有安藤忠雄的等等 其实你们是非常幸福的 然后又有台中歌剧院 然后也有国美馆 这些如果你们能够善用的时候 其实在你们未来 你们不管从事哪一个职业 它绝对是你们的养分 通常你让他们先做准备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假设 前一阵子亚大一个非常大的展览 好难得的 这其实那个时候搞到连赵无极的老婆都飞来 就是赵无极 赵无极可能从他那个时刻 他先被前面的老婆抛弃 才能够被拿走 然后那个老婆抛弃他爱情的背叛 还那时候绘画是达到了巅峰 然后收藏者刚好是元大的东长马维辰先生 他把他大多数的收藏 再加上赵无极后来走的之前这个老婆 她是在museum里头上班的 然后她就把很多赵无极的作品送给她的 全部通过都展览出来 那个展览可以说是一个国际级的大展览 结果举办在亚大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好像在我的课堂上 我们有请她的太太 策展人马维辰 当在我们的课堂上上课 那课堂上上课以后大家可能听了 但是只以为说我在听一个很棒的画家 但是你可能他有一段一段的导览 马维辰做的导览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 这是一个赵无极 那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白凶老师会把他的牡丹园 有时候会青春版牡丹园带到台中歌剧院来 那以这两个例子来说 他们该做什么准备 好比牡丹园 他其实是过去的传统经剧 可是他因为以前可能要看听三天 那白先勇老师他把他应该讲说浓缩为最精华的 同时他的不管是舞台的设计 或者是服装或者是唱腔 他都把他现代化 所以你们在这个之前 第一个当然要对于牡丹廷的故事要有所了解 再来就是说牡丹廷他的唱腔 他的主角 他唱的时候会有什么分别 其实你们只要大略知道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看他的这个布景 因为以前就是一桌二仪嘛 那可是在现在这个白先勇老师他的这个牡丹廷 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戏服他的绣工是一流的 然后他是现代的设计 但是他又保存了传统 所以他是一出戏呢 是应该是说特别为年轻人设计的 我相信你们都会喜欢 因为他第一场就是当我在担任两厅院董事长跟他合作的 那那个时候我们演出的时候 事实上是爆满的 然后之后他一共推动全世界两三百场 他到北京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去 他去伦敦的时候 我巴黎我有跟他一起去 他在北京大学我就问他说 那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因为我在想说中国大陆这个本来牡丹廷是比较传统的 一个完全颠覆的现代去不晓得会怎么样 我说是不是爆满是不是很轰动 他说不是轰动是暴动 因为他说那个剧院的外面人山人海大家都要看 还有的爬到树上什么的他走过地方 那意味的就是说一个传统的戏剧 它的主轴它的核心 它经过现代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诠释的时候 刚好符合你们年轻人 但是你们那个主轴那个核心的东西 事前还是要知道 搬你去你听不懂 不晓得现在演到哪里了 所以我觉得什么叫做事前 好比说赵武吉 那就第一个先了解他的生平 第二个就了解他的画风 那画风的话就会很难 因为他是比较专业 那你们大略知道就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说 他的绘画对于世界有什么影响力 他有创造什么 他影响到什么 这个我们在事先的资料里都会看得见 所以当你们去看的时候 你们就会想说 这个画风是这样 然后怎么看 怎么欣赏画 学会怎么欣赏画 那这个其实就是事前必须做的功课 他们都杭州美院出来都是林峰眠的学生 包括好几个人像朱德群好几个 那也有留在台湾的都是林峰眠的学生 那林峰眠做的第一件事情在杭州美院的时候就是把中国过去的山水画 有一点像黄公望一样把他有点抽象画了 后来赵武吉再到法国去的时候 他的抽象就再抽象 那就不断不断地改变 但你就同样看林峰眠的学生出来 另外一个叫吴冠中 所以其实您在去看赵武吉的绘画的时候 一个是主轴了解赵武吉 第二是了解跟他同时间从他的老师 中国大概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末期最优秀的画家 他训练出来这一大批人 每个人 有的人是留在中国大陆 历经文革 痛苦万分 吴冠中的画风 然后他去了巴黎 也有人也去了巴黎 有的人是来了台湾住在宜兰当有远当老师 抑郁不得志 但是他们全部合起来 你都可以看到林峰眠的影子 然后每一个人就是不断地怎么发挥出来 就是说你自己要去看一个这样的展览的时候 就是要做这一类型的研究 自己才会有思考能力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今天特别请陈学老师来 其实让大家知道说 你们在蔡上海创办人 他的用心 其实你们可能进亚大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亚大的历史啊 知道的人举手好吗 好 我告诉你们在我在台中长大的时候 玉秀你是不是台中人也是吗 玉秀我是台中人可是我在台北长大 然后我在巴黎成长 我是台中人 当然亚大的时间很短 我在台中的时候没有亚洲大学 乌日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就叫一片田 我有一个阿姨在乌日这个地方当老师 我的外婆每个礼拜都要拜托她的一个儿子 叫这个女儿要回去 她想说好可怜啊 嫁到乌日去 好像嫁到哪里去一样 她觉得这简直是好远好远的地方 亚洲大学整个创办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 是台湾现在有一家很有名的建设公司 叫邮剧建设的老板林曾莲创办人 她也找了蔡长海创办人 两个人创办 我先讲这两个创办人的故事 林创办人他是一个福州难民 在1949之后就来了台湾 他沿路 他的妈妈说我们都没有希望了 你一定就跟着这个船赶换走 好年轻的时候就来 书也没有机会读 然后就像乞丐一样 但是他很认真 很努力 他娶了一个妻子 是台湾中部的一个女孩 家境也很普通 两个人结婚 在台中一个你可以想象的很破烂的房子里头 开始了他们的建材生意 因为他发现凡是逃难来的人 因为他是乞丐 他没有地方可以住啊 你没有地方可以住 你想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我好可怜 第二今天下雨我怎么办 他想到的不止这些 他想到就是有这么多人来 应该很多人会需要房子 所以他就开始搞很便宜的建材工作 专门卖给那些需要房子的人 他把他自己的苦难想象成为一门生意 然后他们的家庭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你看到他们好像很光鲜亮丽 那他的女儿跟我大概年龄差不多 那还是第二个女儿 换句话前面还有更苦的日子 他的女儿他们是用尽全力的 把家里的钱拿去栽培他 可是在他很大之前 他们就是一整个房子 前面就是商店 后面就是一个餐厅 也没有客厅 之后就是一个大榻榻米 男的睡左边 女的睡右边 男的只有一个了 女的睡一堆人睡右边 爸妈住一个很小间的地方 如果有乞丐经过他们家的门口 那时候他们因为建材行 开始有能力吃一点点卤肉饭 加一点点蛋 或偶尔有一点鸡腿 他爸爸就会跟他妈妈说 你拿那个卤肉饭去给那个乞丐吃 他妈妈是苦出来的人 就会舍不得啊 就我蹲了一大锅 他说我还要吃好几天 他爸爸就跟他妈妈说 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乞丐 我就是靠很多人沿路 可怜我 我才活到今天 我才能遇见你 我们才有这个家 他的妈妈就很快地把这个卤肉饭 就拿出来给那个乞丐吃 因为他人生的苦难 后来的成功 另外一波成功是美军顾问团在清泉岗 那他们需要有包商 来盖他们的美军宿舍 那台湾人以前盖房子 要不然就是日本式的 要不然就破破烂烂式的 他就没有学过建筑嘛 他就拿着美国人画给他的图 很殷实地照着美国人 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都不偷工减料 他就在里头 就美国人很满意 在下一批又叫他在做 所以就赚到了一笔钱之后 他就去买后面的土地都买下来 就盖一些跟美国人很像的两层楼的房子 那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国民館对面的一大批的房子 前面是美军顾问团 后面都是他盖的房子 如果他心存不善 偷工减料一点点 美国人也不会让他盖第二批 他因为做得很好 所以美国人一直叫他盖 叫他盖 他存到了钱 他就仿这样子 那个时候有一批菲律宾华侨 你们知道在我小时候 台湾最有钱的人叫菲律宾华侨吗 你们现在想到菲律宾就是输出非用的国家 在我小的时候 大概小学到国中的时候 最有钱的人叫菲律宾华侨 那些菲律宾的华侨觉得菲律宾开始不太稳定了 所以他们就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以后就买了台中的一批房子 我就有好几个同学就住在那里 最后到晚年的时候 邮局建设赚了很多钱 这位老板他想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读书 于是就买下了这块土地 希望把他的遗憾留给中部的学生 因为他觉得台中这里的学校 东海 冯甲 中兴 如果再多一家 很多人可以不用跑到台北其他地区 然后他很希望你们可以学建筑 有美学 接着是我们另外一个创办人蔡长海 他现在从事中国医药大学的董事长 他也是完全具备国际眼光的人 他现在请的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 你难以置信 他是以前才刚刚离开 美国全最top的M.D. Anderson的副校长 以前有台湾人当到这个地位 是绝对不会回来台湾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蔡长海 穿办人花了多大的心血就要回来 回来又不是当台大校长 又不是当中医院院长 他可以的 是当中医药大学的校长 你想他花多大的心血感动对方 所以他需要一个很大的国际眼光 那他来自哪里呢 他来自嘉义 谱子非常穷困的渔村 在那个渔村里头 他的哥哥全部都没有钱可以读书 然后这个弟弟从小功课很好 从小学到台南狱中都当班长 大家哥哥们不能读书的 养了鱼干什么的就来帮忙这个弟弟可以读书 后来这样穷困的小孩 他也没有钱补习 他就一定要考上医学系 他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 也一边半工半读 他为什么要创办亚洲大学 因为他们都是苦过来的人 他们想让这些孩子们 可以念一个学校 所以你看到他在这个学校里头的投资 他找来的很多老师 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 不是一般的教授 工人 他想办法找一流的 或者是哪怕不是一流的 或者是说你们不见得可以看到的 他们也会曾经有一堂课 我们一整个学期找的 就是全台湾中部附近所有各大企业的CEO 其实哪怕台大的MBA都没有这种诗字 他永远就是要拉高整个亚洲大学的眼光 这个福州的难民 跟这个从朴子渔村出来的穷苦的小孩 他们本身看到了他们的人生遭遇 他们后来也看到了一个人没有国际眼光之后 跟有国际眼光之后的差别 所以还创办亚洲大学 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上课 其实是两个很特别的人 人生的遗憾留给你们的礼物 所以才会有美术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听到罗丹的展览来 我以为罗丹在台中展出 大概罗丹就只好裸体地搬回去 结果他们说被亚大买下来 我说what 台湾根本没有这样的大学 对不对 尤其像这样有远见的 因为亚洲大学成立的时候 我也非常亚裔 第一个你们有一个特殊的美术馆 而且美术馆还请安藤宗雄来建的 他把他的精华都在你们这里 建筑上的精华都可以看得见 再来每一档策展的展览 我几乎每一档都有来 而且我还要坐高铁来 我住台北 就表示说它其实是水准很高 这完全是国际的水准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美术馆 我一定会来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巴黎的时候 罗夫宫是我学习的一个地方 可是罗夫宫很大 你知道我怎么看吗 刚好我爸爸是师大美术系的教授 他有很多学生 那时候他鼓励他们去巴黎 就是现在非常有名 像谢礼法教授 廖修平教授等等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人 那他们礼拜六礼拜天 就会带我去看 去参观罗夫宫 我怎么看 我不是这样看 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我们今天看一楼的哪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展览厅 可是他们把那个展览厅 里面有什么话 有哪一些话家资料 叫我先读 所以我就等于是 在那边11年 里面至少还有89年 礼拜六礼拜天 都在罗夫宫 然后每一次都只看很少的 可是我都记得 因为我有去看过资料 我有看到现场 又他们跟我解释 那再来他不断有特展 我每一展都很仔细地去看 那你们就在学校里 你们的特展 我跟你讲是世界一流的 如果你每一展都仔细地看 你们如果在学校四年 真的 你们可以绝对是有国际的眼光 那很多人在讲说 怎么样来培养美学 美学就是你看多了 你经验多了 你知道 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或写出来什么叫做美学 这个多少词多少词叫做美学 不是 是因为你看多太好 国际级的 这个世界级的这些作品 因为他们都是完美的作品 所以你看久了 你自己就会知道 而且它会在你的学艺里面 你一眼看过去 你就知道它的深度 它的美学在哪里 它为什么能够感动人 这个都是要看不断不断不断地参观 所以我认为亚大的学生 我都觉得说 在这里非常地幸福 可以有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今天前面一开始讲 我们与恶的距离 其实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头 我们人心里头都有一定的恶 如果当它是一个精神病患 它不能控制像高血压一样的时候 那个恶会达到一种极致 它甚至不了解 它当下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它发生了 很多人因此死了 等到它吃了药再下来 它想要杀这些人吗 它恨这些人吗 它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谈的是 我们与美的距离 很多人跟美的距离相当远 你们最近 亚大的学生特别近 有一个事情我想特别请玉秀 用一个你从巴黎回来的角度 跟我们大家分享 许多人认为文化与政治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可是在法国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政治就是文化 这是没有距离的 对 在法国文化就是政治 政治就是文化 你看法国著名的皇帝 他们都是以文化跟科技出发 这个我们看 就是历任的法国总统 他们都有一个文化建设 例如第一任戴高乐 他就是设立了文化部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成立文化部 同时他当时 他应该说 就好比是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 兼文化部长 他就在讲 就是说其实所有在行使政治行为的人 他必须要有文化的素养 文化的素养是什么 就是其实你从文化的角度切入 去看你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再看 那个像邦闭杜 Center 就是邦闭杜总统建立的 那像那个米德宏总统 他就是罗浮宫 就是被绿迷那个 他也是受到很多的抨击 他坚持然后才能够留下来 那例如西哈克 他就澳塞美术馆 那例如 那个 最后是 Pong Lee Museum 就是世界人类原始博物馆等等 几乎每一任总统 他都有一个文化建设 我们台湾翻成布立码头博物馆 布立码头博物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是以文化来推动他们的政策 所以文化就是政治 政治就是文化 其实我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 不是就是利用文化为先导部队 去把整个政治翻转吗 他的文化大革命 他们其实是演了很多的戏 演了很多的军中的戏 到处去给年轻人 他就是在散布他的政治理念 跟治理的方式 跟他的共产主义 例如在我们自己这个地方 在戒严的时代是一元文化 戒严时代是一元文化 中华文化 可是戒严以后就是多元文化 所以这个文化其实它就代表了 就是政治 我们因为有多元文化 所以我们才会 为什么会发展多元文化 因为自由 因为自由多元文化 所以你们的创意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最了不起就是创意无穷 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亚洲的国家 为什么台湾人的创意 是被其他国家所羡慕的 是因为我们有自由的 那这个自由就是在民主制度下 多元文化的滋养之下 你才能够成就的 那也就是说像亚大的学生 你们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我认为 尤其像学校也安排这么好的课程 其实就是让你们能够自由地吸收 然后你们才能够发挥 你们潜能性的创意 回来我要谈一下 陈秀的人生 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美学的距离 他特别提到 其实他从法国回来 法国没有一个总统 不把文化当成 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之一 一定是文化 经济 科技这几项 他一定是并排的 文化 经济 科技 军事 大概就是法国的几个传统 几世纪来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制度 大家都不会变 所以如果法国有一个总统 是从来不去听Ophiha 对不对 然后不会唱Sansong 他不会朗诵诗歌 他不可能被写上 常常法国的总理 像我记得他上次那个总理 德威尔潘 他本身就是一个诗人 所以我们如果政坛里头出一个诗人 你大概会很吃惊 我们大多数的政治领袖 好像很欠缺文化素养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文化的部门 常常被摆在政府施政的后面 它即使要扶植文化产业 他可能也并不了解 它的概念是什么东西 所以在整个政治的任命里头 常常就不见得是 很了解它的重要性 甚至会跟 当然它一定跟政治立场有关系 可是会以政治立场作为一切的考量 这样对吗 他不太考虑那个文化部长本身 他背后是不是具备多元 以及多领域 跨领域的文化素养 这样讲的对吧 对 而且我认为国际视野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小岛 然后我们如果不出国好像就觉得自己OK 可是你如果一出去跟人家比较 你就知道世界的标准在哪里 所以我认为除了对自己本身文化要了解以外 还要对世界的文化世界的趋势也是要知道 这也就是说 其实我担任不管任何一个职务 一个首长我最重要的是要充实自己的内涵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走向国际 所以像我们公共电视这三年来我们跟HBO Netflix 上个礼拜我去跟NHK签约 我也到法国跟Arte合作 然后跟泰国的PTA Arte是他们的艺术频道 艺术频道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国际的合作 那我所谓的合作 我们过去的合作可能就是说交流 我来你这边表演你去我那边表演 或者是我来这边做工作坊 我不是指这个 我是讲说前端的创作的合作 也就是说当你要做一出戏的事 是两面的Artist在一起 共同开发那个IP那个核心一起做 因为你在共同一起做 你可以了解彼此的文化彼此的数字 好比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戏剧的时候 我跟NHK我们各投资50% 我们的这个主题 我们的故事也是一起开发的 我们就选择了高铁 因为高铁那时候日本不是来建高铁 所以在跟台湾有一些故事 那这些我们现在就在开发这个剧本 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当我们跟NHK一起开发剧本 我们可以学习到它的流程 我们就会发现这么严谨 那就如同说我刚刚在讲与二的距离 我们非常严谨的在前面做大数剧 这个才能够成功 你前面没有做好的准备 后续怎么可能 也就是说你的剧情必须要非常的紧凑 而且有节奏性的 什么时候要快 什么时候要慢 这个都是要视线去 那我们在跟不管是NHK或者是RT 或者是HBO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是用国际的标准在要求 是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 不然的话我永远在我自己的这个国家里 觉得自己是No.1 其实不是 你要能够称为好的时候 是跟国际比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最欠缺的是这一点 好 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 让同学自己身体动一动 玉秀十五岁 他爸爸是师大美术系 德高望重的美术系的教授 他可以搭飞机 跟他同一辈年纪比他大的人 那些画家 穷困潦倒 都要坐船 可以去巴黎 然后他一生也被训练得非常出色 觉得他一生命都很好的人请举手 手举高一点了 觉得他一生运气都很好 命都很好 得到很好训练的人请举手 可以吗 觉得他很命苦的人有没有 只有你觉得他命苦 还有谁觉得他命苦 好 我最后一段讲陈玉秀与悲伤的距离 陈玉秀很年轻就结婚了 他的先生很迷人 如果要我回忆一下 我这一生认识的最迷人的男人的前三名 我如果这样讲 他可能会骂我 应该我是第一名才对 前三名有一个就是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名字叫做卢修一 他和他的先生在巴黎见面 碰到 卢修一的背景跟他完全不同 卢修一是家里很穷 爸爸很早就走 母亲就是等于像寡妇一样 然后他就是唯一妈妈的支柱 那个时候他是靠了奖学金到巴黎 每天都在餐厅里头打工 洗盘子 后来回来台湾在政治系当教授 有一天 他什么都搞不清楚 他的先生正式被逮捕 逮捕的名义是他先生 是海外台独左派组织 派驻台湾的联络人员 而且海外的日本台独组织负责人 现在大家都很熟 叫史明 当时立刻地在日本宣称 没有错 这个人就是我的手下 为什么 因为在海外大家都要表示 我自己很厉害 在台湾有部件 可是他却忽略了 他人在日本他很安全 当他这样宣布的时候 卢修一就非被重判罪行不可 玉修那时候你几岁 三十岁 几个小孩 接下来他就坐牢坐了三年 那你那时候几个小孩 我那时候三个孩子 我自己必须要在学校教书 我那时候是师大音乐系的教授 我要教书我要带三个孩子 然后我还每个礼拜天 要去看我的先生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社会 是非常封闭的 那时候还在戒严时期 所以呢 没有人敢跟我讲话 然后我出去的时候都有 后面都有人跟着 然后我常常接到电话 就跟我讲 陈老师你今天穿什么衣服 你送你女儿上幼稚园 你就会吓死了 意思就是说 我不晓得他在威胁我什么东西 但是我经过那个三年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的人生好像在坐云霄飞车 因为我的 我的年轻的时候我的家境不错 然后能够到巴黎 那个是大家所羡慕 而且我在钢琴上 我又到处可以演奏 已经是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年轻的明星 但是因为我先生我好像又掉到谷底 可是他后来出来以后他选局 他在那时候叫做台北线 他最高票当选 那时候文倩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帮我们很多的忙 但是之后呢 就是他在做立法委员做得非常 可以讲说是非常出色应该说 然后他也被 几乎是被期待去选县长的时候 他得了癌症 然后之后他就过世了 所以我每次都是最高最低 最高最低最高最低 讲个细节让我们同学了解 他三十岁的时候 卢秋毅刚被抓 你爸爸也很吃惊嘛 因为你们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嘛 对 因为 你爸爸去看他他说什么 我爸爸去看他 因为我爸爸是反对我们结婚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是被赶出门 我自己结婚的 那当时我爸爸就讲说 台湾人不嫁给学政治的人 那我就在想 我跟他讲说 什么刚好是他学政治人那么多 结果就偏偏是他被抓 但是他被抓进去 我去警美看守所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傻了 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头发全白 他原来不是白头发 他没有 所以全部白了以后 他就跟我讲说 在那个时代 几乎就是死刑 就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那我才三十岁 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明白 他说可能就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对我这么年轻的太太来讲 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所以他就跟我讲 你如果要离婚我马上就可以签 那如果你不离婚的时候 可能一辈子 我也不能够出来 即使我出来我也不会改变初衷 所以我爸爸几乎就跳起来 但是我觉得 爸爸气死说我来看你居然说要离婚 叫我女儿赶快去嫁别人 然后最主要是说他不能够出来就是无期徒刑 即使他可以出来他可能也不会改变初衷 所以这个是很硬的话 那我也觉得他很无情 可是我回去以后我觉得他很诚实 他就是敢面对他诚实的跟我讲 当时我就想说我还是好好的过日子 但是我爸爸也在那个时候 应该就说原谅我了 因为我当时是自己结婚的 所以我没穿过白纱 可是我爸爸在那个节骨眼上就跟我讲说 女儿你不要害怕 我会协助你把三个孩子带大的 所以这个就是父母亲的爱 就是他其实是怕我受苦 不愿意嫁给我先生 可是当我受苦的时候 他也是第一个让我安心的人 结果卢兄医师后来判了感化 三年出来 然后他在老里的时候 他就觉得 他就天天去看三明主义 练书法 他自己也找到一个他自己的自我修养之道 坐牢出来以后 他头发还是白的 那我很记得他当立委当得非常出色 他选县长 应该一定会当选 结果他得了 肺腺癌已经得了 然后再复发 就是那一次已经再复发 所以后来是苏贞昌选台北县的县长 现在行政院长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是告诉各位一些历史 苏贞昌原来是屏东人 他是屏东的县长 结果他在屏东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的政绩很不错 但因为地方派系的国民党的成功合作 他跟国民党的候选人竞选 他落选了 落选以后他就觉得他不要再待在屏东了 他就离开屏东 来了台北县 突然来这里选立法委员 当时卢修一已经是当了几届的立委了 当了一两届立委 卢修一还是政治犯 苏贞昌是曾经替政治犯辩护过的辩护律师 他落选了 那个时候卢修一其实他的癌症还没有复发 他得过癌症 比我现在严重一点 我是第一期 他可能那时候是第三 第四期 然后他跟苏贞昌两个人是同台竞选的对手 苏贞昌也没有手软 我现在不是要批评苏贞昌 我是要告诉各位卢修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贞昌跟他竞选的时候 他是一个我们以恶的距离里头 其实最重要是了解人性 对苏贞昌来讲他已经失败了一次 他把他的县长落选当成他人生的失败 所以他来台北县选举的时候 他只要背神一战 绝对不准失败 你有时候看事情看太重的时候 你跟饿的距离会变很近 那个时候他跟卢修一同台竞选的时候 他为了要赢得选举 医学不好意思讲 我讲 他就不小心说了一句话 而且把他变成耳语到处传播 就是你们投票给卢修一啊 他是做不完这一任的 意思是说他有得了肺腺癌身体不好 所以你们这票是白投的 所以你们既然这样 你还是把票投给我好了 那个时代很多选举竞争 同党竞争就是如此 你们现在看到两个政党竞争 那惨烈无比 我跟你讲 不同党的人的竞争 你不会觉得那么可怕 为什么 因为你们本来就不同阵营 你怎么样的攻击 不牵涉感情问题 同一个党的人竞争 你要竞争到你非赢不可 你的心要非常非常狠 狠到了极点 尤其你本来是落后的人 你要超越他 你要超越常人做不到的狠 你才能够把同党的人搞掉 才能够把他干掉 你们听得我意思了吗 因为如果是同党的人 大家都差不多嘛 那不是我就是玉秀啊 就没什么 我两个是朋友啊 可是我为了选赢他 我要去跟他选公共电视台的董事长 我要搞掉他 那我们俩是朋友嘛 我如果跟他是不同阵营 完全不同阵营 理念也有着不同的人 那我们就各自诉诸我们的理念 那就很简单 可是我们俩如果理念都一样 什么东西都一样 我非要拿到这个位置不可 不止朋友翻脸 很多事都会说出来 所以那时候苏贞昌就 做了一个跟恶的距离比较短的事情 他就会说 卢秀一做完这一任 苏贞昌也当选了 卢秀一也当选了 两个人都一起当选立法委员 因为那时候是 一个选区可以当选好几个 可是呢 卢秀一有没有做完那一任 他有 但是接着是台北县长选区 就在那个之前 卢秀一飞行案复发 他知道他不可以去问鼎 那个台北县长 当然就让苏仁昌去选了 可是苏仁昌的前一任也是民营党的县长 叫尤青 他的属下 管地政局局长的 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贪污事件 跟香港最有名的港商 叫林百姓的贪污事件 所以整个 那个时候社会对民营党的标准是很高的 就是你要是一个青年的政党 跟现在标准不一样 现在反正大家都有贪污犯 所以就无所谓了 那个时候民营党不用判决确定 只要被搜索 我记得有一个人叫嘉义的侯海雄 我们老人就会告诉一个故事 他是民营党的立法委员 然后呢 因为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翁大明 翁大明的家被检察官搜索 他去翁大明家 看了翁大明一眼 被媒体爆出来 民营党中常会二话不说 开除 贪污就是当时民营党的标准 对清廉的标准 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了 贪污大家都有贪 贪的我没有你讲家多都没关系 这标准都变了 这也是世俗化 然后回来讲的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尤勤他属下爆发了重大贪污案 很多传闻就说那个县长搞不好有份干吗干吗 所以整个状况看起来就是苏贞昌应该不会当选 对吗 对不对 就那时候他不可能当选 如果你们回去搜寻有一个影片 当时我还记得国民党的秘书长叫做吴伯雄 时间点是1997年 吴伯雄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你们很多人那时候都可能很小 所以我必须跟你们说这段历史 卢秀逸已经得了肺腺癌 说起来苏贞昌 我不骂你就不错了 那你去当选嘛 人心中都会这样想啊 对不对 卢秀逸做了什么事 他上了台 突然跪下来 只在选前一页 叫今天一跪 然后一直跪一直跪 然后就是泪流满一面的 拜托民众再给民党一次机会 求大家整个票都开出来 吴伯雄对我说了什么话 那时候我就碰到吴伯雄 他说啊 我们国民党输得甘拜下风 因为我们国民党里头 没有一个人会这么爱自己的政党 那如果说今天 卢秀一替我下跪还差不多 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 他也不需要替我下跪 他不需要替任何人下跪 因为这个权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为一个其实对待他不是很好的人下跪 为了一个他个人的政治理想 给你们讲当年卢秀逸有情有义的故事 换了卢秀逸病了很重 还是送了他的女儿去了美国读书 不要了他的小孩 因为他而耽误了功课 第一次医生发布病危 女儿哭了 医生跟他说你不用回来 回来了来不及 后来他度过那一次的病危 他也不准女儿回来 而他生病的时候 他的态度最了不起 他带女儿去Columbia读书 对不对是不是 然后呢 他的女儿自己本身是真正的辣台妹 是真的 又辣又漂亮 身材又好 两个都是一样 他女儿就骂他爸爸 你很丢脸 你干吗一直看我那个同学 他就很爱看漂亮女生 尤其身材好的 他就这样子盯着不停 他就一直黏着人家的头鞋 他女儿又觉得你很丢人 你差不多一点点好不好 他根本没有把悲伤带给全家的人 他跟他女儿的关系像朋友 然后他常常被他女儿骂 就是你不要看到我长得很漂亮 身材好的同学 就这样捏着人家不放 把我的脸都丢光了 那我最佩服的就是陈玉秀 很多人都说 这陈玉秀怎么去容忍卢秀义这样的一个先生 你带一下好了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因为他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所以他不会讲谎话 然后对我他不会讲谎话 我常常会觉得就是说 人如果没有互信的时候 就会产生怀疑 但是有互信的时候 我好像不会去想更多的事情 我就会把它当作说是他幽默的一面 我记得他跟我讲那个时候在形容文茜的时候 他把你形容成仙女 那我还没进过文茜 然后我记得我们的那个 有一次就是选举的盛会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一个人穿一个白色的衣服 这样飘过来 很漂亮 我就赶快问我先生说 那个是不是文茜 他说对了 你真有眼光一眼就看出来 我说他好漂亮 他说我老早就告诉你们 我们学生讲不出来 那个是我三十几年前 你们现在觉得 卢秀已经是得了什么色盲症 这样子搞不清楚 假如三十几年前 但是你都不会生气对不对 我不会生气 因为我很欣赏美人美事 我真的是很欣赏 而且我觉得我的先生是非常诚实的人 他觉得他喜欢谁 他都会讲出来 很可爱嘛 他会讲出来 然后我觉得讲出来比闷在心里 然后骗你好 她走的时候你几岁 她走的时候我四十九岁 我们给陈玉秀老师掌声好不好 谢谢 然后之后 她从悲伤中 他们感情那么好 她也得罪过玉秀 玉秀有时候会生她闷气 她用什么方法哄你 她会讲很多的笑话 她其实很爱讲笑话 或者是说她会写毛笔字 写情书 她的情书都用毛笔字写 而且她都挂在墙上 然后你到最后就是投降吧 还还写爱你爱得不得了 就怎么办 写这么大字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我觉得她对我印象那么好 我就跟她说 你写那个爱你爱得不得了的书法 可不可以送给我一个不行 这我一定要只有给我老婆 我可以把现在的爱给你 我不能把永久的爱给你 她好会讲话 然后后来很多人就问她说 你怎么有办法对每个人都 因为她看到每一个 其实她看到大多数的女人都很爱称赞 对 她其实跟我讲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美的地方 你只要去发现就好 然后她每次就讲说 谁美怎么样 有一次黄月衰女士 她就很不服气 她就跟我讲说 玉秀啊 你先生都骗你的 什么男友 好 我现在去问她 她就问我先生说 好 那你看 你看 你看我哪里美啊 我先生就从头给她倒脚 这样环视一次以后跟她讲 你的心最美 所以她还是可以找到美的地方的 没有 我知道那个黄月衰 就开始从立刻站起来 她就知道她会被追杀 赶快就跑掉了这样子 其实人生爱情不需要长 她留给陈云修非常非常多非常完美的一个回忆 然后她后来当文件会主委 两庭院董事长 她从来不是靠什么卢修一的遗伤 她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里头都交出最漂亮的成绩 包括现在七十岁了 还用大数据拍出我们与恶的距离 成为我三十几岁台湾公共电视拍人间四月天捧红了刘若英 到现在为止公共电视最成功的第二个连续剧 人生免不了悲伤 人生的际遇很难说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性 也未必了解什么叫不性 但你可以知道 你怎么样让自己更充实 你可以知道 每天的二四小时 你如何正确地去掌握它 陈雪老师今天来我们的课堂上 其实它是特别拨空下来 然后呢 它就想特别告诉亚大的学生们 你们现在都是最年轻的生命 对我来说AI的时代开始 你们每个人可以跨领域 了解AI城市设计 了解创意 了解大数据 了解美学 了解设计 了解如何跟别人用不同的方式去沟通 他们完全活在跟我们不同的一个New Age里面 你们都会超越台上的我们 你们在旁边学校里头就有各种不同的机会 希望你们跟你们自己未来的距离 你们跟国际的距离 跟美的距离都越来越近 跟恶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样可以吗 非常好 也不要觉得自己有任何的不幸 我们从陈云秀老师身上 得到了最好的单 给大家掌声好不好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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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